原标题张雨琪与前夫袁八元发文户对 张雨琪否认酒店仪式突然间 网上被张雨琪前夫袁八元 在朋友圈晒出与张雨琪的聊天截图所覆盖 袁八元发文表示 张雨琪和一位刚认识的一位男的开房 离婚前也是因为做什么只顾自己爽 这也是他们直接离婚的主要原因 同时 袁八元也爆料了一些张雨琪 与他的聊天截图袁八元突然间发出这些 网友多少有些接受不了 但从两人的对话当中可以看出 袁八元一直在责备张雨琪 张雨琪并没有做任何解释 随后 张雨琪发布表示 否认袁八元爆料内容发文内容显示 一、对袁八元爆料隐私表示恶心 二、自己是单身雨垂约会是自己的权利 并否认第二天上床 三、袁八元想用爆料 毁了他是因为想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因为没同意 所以大家看到了袁八元爆料的信息 最后还表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